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具欢乐秀 我是你们的小兰姐姐 那今天呢 小兰姐姐为各位小朋友们带来的就是这些 特别特别多的恐龙蛋 那今天呢 小兰姐姐就要和各位小朋友们一起 来动动小手来扭开恐龙蛋 看看里面暗藏着怎样的乾坤呢 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就不多等了 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玩具欢乐秀吧 小兰姐姐你好哟 小兰姐你好 哈喽 看到没有 我今天准备的可是你最爱的 哇是我最喜欢的恐龙 没错乔治 那今天呢 小兰姐姐为你准备的就是六颗恐龙蛋 首先呢我们要扭开的是这颗 橙色的恐龙蛋 乔治你看 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呢 把它当中的这个袋子取出来 好 取出来之后呢 其实就有很多的小零部件 需要我们 去来拼装这个恐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恐龙呢 它上面是有一个这样棋的 然后这里是恐龙的头 对不对乔治 是的 我们把头按到这里 然后呢 把它恐龙的四只脚 依次的拼在上面 好的 那这样呢 我们这一只恐龙就已经拼接完成了 当当 是不是很帅呢 乔治 哇 真的很帅 对 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第一只恐龙 那这只恐龙呢 看上去就是身子是绿色的 并且有着一个渐变色的这样一个黄色的旗 嗯 很漂亮 好的 开完了我们的第一只恐龙蛋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选择一颗蓝色的蛋 来扭蛋 来 哦 我们首先把它扭开 哦 这只恐龙看上去 好像比上一只 要更大一些 哦 我们首先就可以看出来这只恐龙是有翅膀的 然后呢 我们把它上面 给它扣上 扣上之后呢 再安上恐龙的头部 好 那我们的第二只恐龙就也已经拼装完成了 那这只恐龙呢 是长着两只巨大的翅膀 应该是一种翅膀吧 哇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炫酷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开第三只恐龙蛋 我们选择一款粉色的蛋 哇 这只恐龙也是很别致 它有着很多的刺 按上刺之后呢 还是在前面呢 把头按上 好 那这只龙呢 我们也已经安装好了 这是一只蓝色的 并且长着很多像是刺一样 这样的形状的这样的一只恐龙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嗯 接下来呢 我们来开第四颗扭蛋 哦 这只扭蛋呢 上面的零部件相对于会多一点 首先呢 我们把它的头装好 好 那把它的四只脚都已经安装上之后呢 我们的这第四只恐龙就也已经组装完成了 它是一个有着长长脖子的恐龙 看起来还是很别致的 好了 那乔治我们已经开出了四只恐龙了 你看今天的恐龙是不是特别的棒呢 那乔治啊 你作为恐龙专家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龙呢 呃 没有问题 那这只呢叫做长脊龙 长脊龙呢 它是生活在两亿八千万年的这个远古时代 它呢背上长着这种长长的脊棒 所以说呢 这个它的这个名字呢 也是和它的外形非常的相关的 它叫做长脊龙 那这一只呢叫做翼龙 那它为什么叫翼龙呢 古名思义 就是因为它长着大大的翅膀 它可以飞很远很远的地方哟 呃 这个第三个嘛 乔治也不知道 诶 乔治你也不知道呀 嗯 是的呢 但是看它的外形呢 应该是一种古代的海洋生物什么的 嗯 应该是这样的 那小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知道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乔治哟 嗯 好的 那第四只恐龙是什么名字呢 第四只恐龙呢 看它的脖子就看出来了 它是长颈龙 所以说呢 这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厉害的恐龙 好啦 各位小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跟着乔治一起 认识了很多种不同样的恐龙 也拆开了四只不同的这个恐龙蛋 怎么样 小朋友们 有没有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呢